汽车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耶 大家好 我是柯P 長江市的柯P 工藝車又來了 這一台就是我們這次的工藝車 1998年的 Corona LA 這裏先小改 還有一代的小改款就是這裡 變圓圈圈 之後就變RT4 啊那個POWER是這裏年的嗎 感覺不太對 他有嚇嗎?沒有啊 應該是他這裏年的吧 這台的車主也算不錯 他跟我們換車 他這台說 我這台跟你做工藝車可以嗎? 我一看說 很漂亮耶 他從新車開始開到現在 帶大家看一下 其實漆面都沒怎樣 後面開始看過來 他燈都不錯 天線 自動天線 天線是好的齁 好的嗎? 對 這台車我開了兩個禮拜了 開兩個禮拜還可以開得進來 表示是ok的 入車是ok的 這掉了 這不是他自己貼的 這不是我弄的 這不是他自己貼的 這台到現在啊 有一些問題就是 這個會有時候會掉下來 還有這個 這個會掉 那個是什麼? 皮 他的皮就是因為為了內裝 他好像貼了一層那個 像灰色的 他有連過可是還是不行 通常 你說這個東西嗎? 對這個 這是原本貼起來就會 看起來就這樣看 比較漂亮 就是跟車身一樣同色 可是這個都會掉 久了就會掉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怎麼處理啊 要不然就把它拔掉 變白色的這樣就好了 比較不會這樣撩撩就賣了 撩掉的話 車頭看起來被那個 石頭打到痕跡比較多 就它拔到很多 現在我開它有一個 感覺就是它變速很慢 變速很慢 它的變速箱 笨笨的 換檔的時候會 多幾沒有很好 它會拖很久 它會換檔 變速箱有比較髒的 等一下門一起檢討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這個是舊款 如果新款的燈過來 這邊有一個 類似像水滴型的 有霧燈 那一代就會更好看一點 這個對 女圈是換artist的 以前我開這一代 當然前一代 也是換這個女圈 哇 它內裝真的蠻漂亮 人技我記得超能的 因為它給我的時候 有一個 小小的問題啦 就是 里程數有時候會 跑不出來 它顯示不出來 我記得不多 這邊保養好像十幾萬 十四五 十四五萬左右 十四五萬左右 這個到時候應該會處理一下 十四十五公斤 欸 人技超涼的 這個是雙鞍 你看 一顆 兩顆 然後還有 亮營群燈 這個 營群燈有沒有 車速可以進去故障 所以你說開一開 有時候會ㄎ一聲 然後又會動 所以我們到時候 先把那個拆起來檢討 所以應該跟儀表板沒有關係 儀表板沒有關係 因為儀表板壞掉 就是跟那個轉速一樣嘛 不會動 對啊 它不可能忽然又會動 對 剛剛我們有先檢查了 就是應該是 先把它削掉 好這個 它應該當時是 我覺得是包上去的 為了這個銅色 那包這一層 可是這久了 都會掉下來 功能是一樣的 如果真的不行 就把它撕掉而已 欸門板都蠻漂亮的 這裡都沒有掉 這裡有時候會掉下來 那後面的椅子 蠻漂亮的 後面感覺 沒什麼在這 沒什麼使用痕跡 欸 你看 雨刷新的 哇 摊掉 看得上它喔 看得下 喔 打氣機一組 這個不能拿起來 就是給你們的 你看喔 這個時候跟我這個貼紙 貼紙都還在 你看 還看得到 對啊 欸這個裡面很漂亮欸 它有做過嗎 沒有啊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 一天三進口車 你看 車子號碼 我對後面幾個嘛 139592 139592 這台車後門也太漂亮了 漂亮喔 不要太羨慕了喔 這門你看 這是原版件耶 你看這裡有貼紙 貼紙在這裡 這裡有貼紙 就有貼紙 啊為什麼 敢這樣說 這時候如果撞到 你會去為了這個 去原廠買貼紙嗎 嘿咻 引擎蓋 打開了 你看 主要三塊嘛 第一引擎蓋 左右葉子板 看起來發電機是新的啊 壓縮機也是新的啊 水箱應該有換過可是 壓縮機好像有一點肉 有一些痕跡 啊這個是 鐵鏈的 不用換 水箱架你看 沒換過就沒有 你看 8506 然後避蓋 這邊濕濕的 是不是加油露出來的 搞不好喔 對 啊你開這兩個禮拜 有沒有什麼聲音 底盤 有沒有聲音 這是假的 真的啦 這點裝後霧燈你看 以前我也這樣說 啊這個是舊牌 老舌配舊牌 欸 完了完了完了 看起來怎麼乾乾的 完了完了 這是水喔 這是滴水 正常的 完了完了 滿久就好了 旅程器 肥肉有 完了他沒過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鼻程器也沒怎樣 有看到了 這一隻啦 這一隻 這一隻好像開始要露了 在噴了 喔這個 終於看到了 這邊有點實施的 我剛剛看應該是 啊 方向機的黃繩套破掉 那邊也沒辦法 看一下輪胎幾年了 馬牌 2105周 欸一樣 05021 看一下前面 好一起換的 沒錯 最後一個輪子 沒錯 一樣 所以輪胎 還算深啦 摸到這個就要換了 哇靠你看 奶梯啊 139592 這個都是原廠的 到現在耶 好啦看完了 看起來還不錯 應該要畫的項目不多了 這一台應該 之前的車主有顧 我們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你看了一輪了 他有看到什麼問題 尤比蓋這邊 是不是有點死 我看後面也有 這個是這個啦 油管喔 對啊我已經想做了 這個已經翻了 房間套破掉了 皮大褲 舒服應該是沒流水 轉動頭 應該是他已經硬過啊 因為他是從後面 他沒有破 他從後面 頭的地方噴出來 有沒有 放上去 有沒有破掉了 完蛋了 我們這個車速感應器 在這邊很難塞 車速感應器在這 有沒有 手伸不進去 欸水棒譜沒有肉 但是下水管 結晶跑出來了 粉紅色的水晶 我們到時候換一個樹子就好 這一台沒有證實皮帶 壓縮機也新的 防塵透只有破那一邊而已 那個放上去防塵套有沒有 只有破這一邊 他車皮五層啦 非常好 都沒有脆 對喔我跟你們 後面也有勒 台鐵也有勒 台鐵也有勒 你看人家 以前的內鐵多大隻啊 現在的車都沒有內鐵 超前一點有 後面就有一點有 就基本保養 然後下面的水管束 就用縮子 縮起來 轉動軸防塵套嘛 內側的 一個 然後方向機防塵套 一邊 然後輪速 那其他的都是基本 輪速先換的就是他會不會動 啊動了再一看一眼 儀錶再不行 可能他送去修理儀錶 就把他弄好 欸我反倒是要削我貓耶 剛好這邊 這個角度看得到 這個角度比較明顯 然後拉桿防塵套 方向機的 然後蓋子 雞肉蓋 然後傳動軸的 還有這一顆 時速錶不會動的 那這個是 這個是防塵套的 這個是防塵套 這是防塵套 這是傳動軸裡面的油 這是油 對對對 那是油 先來拆灑車 有歷史的來一邊 看起來已經很久了 這樣子 大概剩四層了 有一片比較厚 一片比較薄 一片比較薄 這個響片 這個就是響片 磨到這裡的時候 它就會磨到盤子就會響 所以這個還是要光 先把粉塵吹一吹 好啦 這樣蓋起來就可以了 好 完工 換邊 不行啦 先把活塞挖出來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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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滿多的 是啊 還是差很多啦 那再來看 這個也要挖 也要排氣啊 這個就沒有 有喔 一樣凸出來喔 還是有凸喔 正常要像這樣 但是這邊都凸起來了 對喔 所以要把裡面的氣排掉 這樣你怎麼裝 就不會壓到防塵套 就不會破 螺絲 再來就要來拆 換防塵套 外側是好的 內側甩油出來 所以要從這邊把它凸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邊是換放耳機 這一邊是換放耳機 防塵套加傳動軸 對不一樣 要先拆這邊 因為這邊只有一個 它的叉燒 要先把它 再來 就是拆螺絲 螺絲拆螺絲 我們就要敲這個 好 終了 再來 就要放鬆這一顆大螺絲 這不是要破耶 它有時候不是破 太久了 它會把油擠出來 我們來看它有沒有破 好 它沒有破 而且它的球頭是沒有間隙的 嗯 好 它破掉了 有沒有 嗯 整個都裂開了 裡面那個就有樹枝了 它真的是有換過 真的是有換過 裡面那是用束帶 所以就表示有換過 失敗 這樣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就比較麻煩了 好 把它插進去 這個鎖緊 螺絲 這個呢稍微喊緊就好了 因為到時候要定位 但是下面這個要鎖緊 所以這台車坐完 然後再去定位一次 拆過這個都要定位啊 雖然有轉圈數啦 但是不一定會很準 有沒有 所以以後看到 車子下面有寫數字 不要害怕 就知道 就知道 欸 有拆過 除非你是要換這個墮桿 你知道嗎 墮桿呢寫這個就沒有用 因為新的跟舊的不太一樣 插回去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換邊 原來已經變扁了 它敲錯邊 它敲錯邊 很準喔 你是12 對不對 很準 好了 出來了 一樣是破的 有沒有 樹枝 直接把它拉出來了 換新的 這個就不好套了 它有一個框把我擋住 你說這個框 對啊 那框擋住我的視野 進了進了 不用樹樹枝 這邊的樹枝也不好弄了 裡面的 好 好了 這樣就可以復原了 再把這支箱子插回去 你摸一邊再把它折下來就好了 好 這樣就固定住了 這樣就固定住了 這個修得太嚴重了 我先來拆蓋子 等它咬一下 來 今天就來敲傳統走就好了 氣槌就這樣 震動 等一下要把那個槽清一清 突然到時候又卡住 讓它咬一咬 拉出這一節 裡面都秀的很好 有了 出來了 一開始都有油了 看到一點 再來就是要小心把衝動走拿出來 好 出來了 這個最難拆的釦子 這一種釦子 看一看 看一下 材料好像不會再弄的 這個落差有點大喔 對啊 有沒有 好啦 這邊弄到啦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 大美女徐海莉 聖帕斯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很合 舒服 一模一樣 再來就要處理這個 難題 放回去才是最困難的 你說那個扣環 對啊 因為沒有施力點啊 然後會亂飛啊 進了進了進了 終於給我一個順利一點的 就要來灌油了 哇 你看它原本是這種固態的 開熱的就變成這樣 就變一坦 本來是固態的 犯固態的 它不就跟那個泡麵的油很像 對對對 只是這個更耐高溫 不然早就溶了 那些布朵在上面的 秀 你腳下勁啊 真是還沒進去 有啊 我現在用搜索啊 它就會進來了 像是可以打一打 好了 我們的輪胎就可以上了 乾淨 我那時候不是說 這邊有水痕嗎 嗯 然後把樹脂往後移 然後我們再加一個樹脂 有沒有 現在擠水就有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 對啊 所以這個樹脂不夠力 不夠力 沒關係 我們把它夾在這中間 然後我們這邊再加一個 好啦 這樣應該就跑不出水來了 我們把那邊的水清一清 壓一壓 有沒有 就不會有水了 多一層樹脂 多一個保障 好吧 我們來面對 面對 我們要面對哪一顆啊 這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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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螺絲轉起來 好 好 好了 起來了 有沒有 然後螺絲就這樣 好 然後把齒輪拆掉 把它轉過來 沒有壞 很好 所以要對裡面的槽 不能中進去也不會轉 新的ALL IN 它下面是不是好像在對齒 齒 對啊 就順的進去就可以 它那個齒不會跑 這個名稱是 車速感知器 車速感知器 它是連在變速箱上 對 它是變速箱上面的 喔 輪胎的是輪速 好啦 插頭插回去 插頭插回去 輕輕踩就知道了 它這個不用踩 需要入檔 直接入低檔就好了 對啊 它錶也沒動 如果是錶壞 就不會顯示車速了 欸 跟新的一樣 繼續用 可以不用換 保養嘛 加車油 非常好 有沒有 180 電池也好 它這個油還可以 所以應該就不用換了 變速箱油 該看的都要看一看 鮮豔有沒有 這台 不錯 這個看油量夠不夠而已 有沒有超過上限 夠了 魚刷水要加 非常好 看到了吧 清楚了吧 好 那只有雞油換一換而已 對啊 然後等一下去跑一跑 看石柱會不會動 之前從這邊滲出來了 我們全部把它洗一洗 已經在這裡 對 很好聽 對 是因為我們把這一塊板子 拆掉了 哈哈哈哈 其實它機油還蠻乾淨的 對啊 機油還蠻乾淨的 涼胎啊 這一輪已經跑到 38 這種天氣很快就 升壓了 所以我們把它降到36 馬 機油新 上車 裝下護板 好啦 投進 新的 跟壞掉的 特別 硬掉的 啊 失手了 加太快了 機油就是這樣流出來的 哈哈哈哈 馬上示範 嗯 九層滿了 這樣就夠了 真的不會動 對啊 真的不會動 欸已經燈亮了 至少 又亮了 亮了啊 它沒有動啊 嗯 它真的沒有動啊 那這樣會是什麼東西 這樣就剩儀表板了 所以是儀表板壞 對啊 這還冷氣很冷耶 很冷啊 還不錯耶 好啦 還是亮 對啊 就不用看了 修吧 修儀表 不過它變速箱 有沒有波機 不是 就是因為沒有輪速 它不知道依據哪一個東西去換檔啊 要等車速好才可以試 因為我試速給電腦 它有辦法去判定 有沒有 又來 就會吐鼻下吐鼻下這樣 哎唷 剛剛這個就是 它會一個 突然標高轉速 但是車子不會衝出去 會一直衝一直衝 一直加油一直加油 它就不會 就會正常換檔 好啦 來去拆儀表板 好 我們把儀表板拆起來 等一下 好啦 抹起來了 這個線看起來都很正常 還可以動 功能都還正常 冷氣還有 然後燈也會亮 這樣就可以回家 好啦 好啦 送給我吧 看會不會好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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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好了 喔 喔 耶 我們要來試這台工藝車 這台工藝車之前我開起來就蠻好開的 現在整理完 哇塞 有活過來了 時速錶會動 之前時速錶不會動 我們上去維修了 油錶本來不會動 油價的就照起來了 引擎盤也處理好了 我最覺得變得很好開了 這個1.8超有力的 那時候我超愛的 底盤真的沒聽到 我開兩三個禮拜 我都沒有聽到底盤這一點 現在跳檔都很順了 以前速度那時候好像時好時壞 現在都跑出來了 14萬 泰山開了兩三個禮拜 那表示這台車體質讚 沒有問題 通過 YA 身後這台就是我們的工藝車 處理好了 美容也做好了 引擎的部分 這一次真的做的就沒有特別多 因為前車主顧得還不錯 就是我們常講的 如果你顧得好 後面再接著 你再顧 也會比較不會那麼累 現在我們處理了 你如果在後續在處理 也比較輕鬆 就是這樣一直顧下去就好了 這次 把握的項目就是 機油 機油芯 機油蓋 前來臨片 還有車速感知器 再來就是 傳統的環繩套 速度 還有油 方向機的環繩套也換了 還有工資 還有一個表的維修的價錢 如果加起來也是大概1萬多塊而已 這次美容也做了 其實這樣看過來就 還蠻亮的 當時我也蠻喜歡這個旅圈 那時候他上一代的LOA 我也是用這一組的旅圈 輪胎我記得是馬牌的 還蠻不錯的 全車本來就有格子 但是說 有些人會說要求你要再好 當然都可以換掉啦 內裝就是 畢竟他有使用的痕跡 門板的整個的完整度都還不錯啦 這個進出就比較多 可能有一點小龜裂 方向機上面也有小小的痕跡啦 這個是雙鞍的 後面就比較漂亮 對 後面就真的比較漂亮 這一台我記得他就是 騎家的車 就是開始探集了 這台在走 什麼人要報廢後來說 不然直接捐給我們 後務車這樣打開 加油就是在這邊 在左邊 整個的燈都很漂亮喔 很深耶 現在已經想買這個都不一定有這個 我這麼講喔 整個吐出來耶 對啊 可以放CD 對 這是小備胎 還有千斤頂 我剛好看都有 這個就是 拆掉了就變白色 當時為了整個的 顏色一樣 他包一層皮上面 久了就會裂掉了 他說要拔給你看 其實這一代的引擎就跟 Artist其實差不多了 後來他就改成那個 VVTI的 我們有親戚過了 其實電瓶都OK的 這一代的話 你看 ABS他就砍在這個 跟總棒就在一起了 哇 ABS都在旁邊了 之前就顧得不錯 也沒什麼肉有 所以回去 你就照了這個 理程數 五千半年 這樣一直保養下去就好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了啦 老車就是要陸續在維修照顧他 但是說假設你回去 你想說開一開就換車 但你不誤它是可以嗎 還可以啊 反正你就開個一年過後你就包廢 就可以去遮底 如果是我的話這個應該是 對 開到壞掉再換車應該是 一車傳三代 我的車載了我輸了我告訴你 車載了我載了 對啊 車載我載了 對 車載不載了 喜歡的話真的這個 科幣蠻推薦的 這是一台生車 對啊 這個是蠻值得入手的一台車 泰山開了三個禮拜也沒有問題 沒有掉下 那表示這台車是 讚的 認證過的有沒有 我大家把泰山 你們要戳個貼紙這樣嗎 對 要做貼紙 貼紙就是我開過的車就認證把它貼上去 好 喜歡 真的可以 就可以下標了 喜歡記得幫我訂閱分享開小鈴鐺喔 好我們可以做更多的影片喔 Yeah 拜拜 拜拜 好久沒來郵局了 因為這次的捐款的單位比較遠一點 我們就沒有去了 直接來郵局 以後也是一樣啦 還是會去當地去關心他們 或者是用捐款的方式 都有大家的這兩種 這次是我們的普通米歐那一台 多少錢 18,01吧 對 對啊應該沒錯啦 我先去捐 捐完了再做 好了 我這次很快 因為今天沒有派對 一抽就馬上捐了 捐出去了 分3比123 一個的剛好是22,667 新車主 原車主 跟我們 這個要捐出去 捐給社團法的新竹市 生徽協會 這個就是小朋友的 便利授錢的小朋友 然後沒有生小孩的人 都不知道小朋友的 比如說 腸病毒好了 有小孩在說 喔好緊張喔 大家有能力的話 也可以 對 關心一下 有錢出錢 留你出氣喔 我們的公益車 陸續會在做 請幫我們的 多追蹤 多留言 多分享 Yeah 請回去囉 發意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聖帕斯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Yeah 大家好 我是柯P船市 小舞市的柯P 衝著來了 哈哈哈 好啦 咁咁咁咁 咁咁咁Ind呀